今年SQ16就請來一位全方位的藝人 做我們特別表演嘉賓 他就是Louis張繼聰 那究竟你又最喜歡Louis哪方面的才華呢? 我最喜歡聽他唱歌了 各位 歡迎收看正式超級巨星 他跳舞也挺厲害的 烏鷹的 他還寫很多好歌 但這個真的假裝不到啊 以上都只是張繼聰一部份的才能 究竟Louis你自己又最喜歡哪方面的工作 其實我最喜歡就是創作和演繹自己的創作 所以基於兩樣東西可以剪在不同的工作渠道上 所以你問我這個問題我就會很貪心地回答你 無論是音樂上 演戲上 總之關乎任何創作的東西 又或者是幕前分享一些我創作的東西 我都有興趣做 那你自己又最滿意哪一首你自己創作的作品呢? 最滿意自己的作品呢 是沒有的 因為每一次做完一首作品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又覺得 可以有些不同 應該這樣說 因為我每一次創作的時候 都是將當時的最好的創作在裡面 但是你一個人會有經歷的嘛 會進步的嘛 但是其中一首歌呢 就是叫做是什麼呢 這首歌呢 就可以說是我覺得最特別的一首歌 因為每一次唱的時候呢 都會有不同時的體會 所以這首歌雖然未必可以說是 我覺得自己最高水準 但是每一次呢 都是最有新感受的一首歌 其實我們溫哥華這邊呢 都有很多朋友支持你的 希望可以快點見到你的演出啦 SQ16創無限 我在五月呢 就會來到溫哥華 擔當這個 加拿大中文歌曲創作大奏的表演嘉賓 那作為一個唱作歌手呢 到時我一定會全力以赴 將我的表演好好地送給大家 希望大家到時來支持一下